里面需要的一些相关的那个公式 其实我也会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那你可以把它点开来之后 像刚刚的那一段公式 我是把它放在第三个这个档案里面的往下卷动 你可以看到这边应该是在第几页呢 第五页的地方 那这边就取得路接到接到 底下就有个公式 就这一串公式 那当然呢 如果你想要比较快的到结果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Ctrl C 然后呢直接就贴到 这边的资料编辑列 就是F2的资料编辑列把它贴上 实际上呢 这个公式就是我们之前做的 你把它打勾 向下点两下 这样结果就出来了 不过因为公式非常冗长 那至于细节这个怎么做出来的 我想上个礼拜的影片里面都有录下来 我就不赘述了 不然这个其实还蛮花时间要再解释的 逻辑其实很简单啦 就是说要先找这个地址的前面一个字 在哪里 然后再找这个地址的最后一个字 然后呢找到前一个字的下一个字 从这边开始 在几个字 几个字从这个字的位置减掉前面位置 那就是大概知道有三个字 那就可以把万宁街给抓到了 OK 至于这个公式如何下 那当然各位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云端 或者上个礼拜的影片 那当然喔 其实我在云端白板上面 甚至还有放了那个所谓的VBA 那这个VBA实际上呢 它这个用法如果各位有兴趣 我是觉得还蛮值得去了解 它其实主要是写程式啦 那这个程式的话就是在开发人员里面 会有个Visual Basic 你可以把这个Visual Basic里面 比如说可以加一个模组 模组里面甚至可以把这个程式把它贴上去 那Ctrl C Sub 贴到模组里面 Ctrl V 那像刚刚这个如果 我不用这个Excel里面公式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比如说我秀一下给各位看 如果说假设这边没有的话 那我一样可以写完这个VBA程式 直接把它执行 这边一样可以得到最后结果 那两个结果是一样的 只是说 这个的方法将来的好处就是说 它只要是一个Sub 它将来就可以在旁边这边加一个按钮 比如说我这边可以加一个什么 这个是入接到的按钮 那我以后的话只要什么 只要按下这个按钮之后的话 那 刚刚那一件事 就会 等于这个里面没有的东西 按下它 它就会自动帮我执行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按钮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VBA的程式做执行动作 当然这个是延伸性的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许可以再了解 因为我觉得在工作上 这个东西实在太方便了 也就是如果你做好一些按钮 将来很多工作按一按按 那你就可以不用再重复 重新再从头再来过 甚至可以把很多个按钮 其实可以集结在一起 变成一连串的自动化流程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我刚刚跟各位讲到 我想知道一个 就是说 当然从104年 因为这个资料是从104年 到109年 我想知道这个治安到底是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差 它109年的8月份的资料 所以如果我想知道 第一个 你就先把年份取到 那年刚好在前三个字 所以我可以插入函数呢 用什么 文字类 前面的话呢 是left 有没有 从左边开始算 那你就跟他讲说 我的资料在这里 取几个字 刚好三个字 按确定 所以我们就有年的这个栏位 把它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就快点两下 所以你会发现 各个年度的资料呢 都会帮我取出 因为刚好他的位置刚好前三个 好 第一个我有这个栏位的资料了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可以什么 再插入枢纽分析表 那范围对不对 对 现在多一栏 H栏 按确定 再来的话呢 我只要把什么 把年的资料 跟年的资料值 放过来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数量 当然呢 我们可以按照年来排序 我可以看得出来 它似乎好像越来越少的趋势 那当然呢 如果你是看数字 其实已经算够清楚了 可是如果未来 比较清楚是什么 你可以根据什么 根据那个 枢纽分析表 那数量当然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直条图也OK 可是我觉得啦 如果还有包含时间概念的话 其实用折线图会更好 就有点像那个股票的那个 高低起伏 或者是什么黄金价格啦 小麦啦 什么什么等等的 那其中折线图 另外折线图 如果具有节点的话 那会更清楚 所以也许啦 我们可以怎么 先得到年份的 这个部分的数量 然后呢 再利用折线图 折线图里面呢 我是建议有节点的 那你把它按确定 基本上的话呢 它就会显示出呢 各个年份 有没有 它的治安的情况 看起来好像是趋势 是越来越往下的感觉啦 那一样的道理 这边可以把标题改一下 这个图例其实好像又不需要 把它delete掉 OK 那当然有同学会想说 老师那如果我希望也顺便看一下 除了说呢 每个年度之外呢 那可不可以看一下各区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顺便跟各位讲 其实我们目前只有用坐标轴 只有列的部分 主要分析的栏位哦 那如果次要的 除了年之外 我还想知道各区的治安 到底是变好变坏 那这个时候呢 跟各位讲哦 你可以把区拖拉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栏的部分 应该这个应该是 等于是直的上方这里 把它放开 那各位可以看到哦 如果呢 你把什么 把那个各区有没有 加进来 你会发现它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资料 那资料的话就列在什么 列在蓝的地方 那这边是列蓝 那它可以做一个 所谓的二维式的分析 有没有 哪一年 士林区 然后大安区 大同区 大安区等等的 把它列 另外的话呢 也把图 帮你绘制出来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下方 哪一年 哪一个 哪一区 只是说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把那个图例给 关闭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它没有办法显示哪一条线是哪一区 所以如果你还要再把这个图例给加回来的话 那这边其实你可以找到上方 这边会有一个设计 我印象中应该是在这里 设计里面 如果要把图例加回来的话 那你只要看到这边会有这个 设计里面 这边可以再找到有关那个 所谓的图例的部分 图例在这里 你可以再把图例怎么样 再把它打开 像这个图上面如果缺什么 你就可以在这边找一下 在图例在这里 然后预设是5吧 可是如果图例我希望把它放在哪里 帮我放在右边好了 右边就出现了 这边就出现了 当然如果不喜欢这个位置 你可以图例把它放上面 放上面 放上面好像也不错 可以放上面 你可以自己再摆一摆 或者甚至它其实新功能 它好像可以预览功能 你放哪边 它会左边这边左边 下面 上面 我放上面好了 OK 那就可以显示出来 那你会发现呢 这样子 就可以透过那个多一个 蓝的这个蓝位 然后可以显示的细节也更多了 当然你想说老师 可是我不要这么多条线 我只想知道说 跟我有关的 或者是治安最差的 像刚刚是中山区 然后也许是信义区好了 也许是大同区 假设是山区那怎么办 你可以在这个蓝的标签上面点一下 这边全选打勾取消 你想要针对什么 针对你要筛选的 比较有兴趣的 比如像中山区 然后再来就是中山 也许就信义吧 然后也许就是大同好了 OK 按确定 我只统计这三条 那你可以看到 诶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显然可以看到一些 也许原来看不到的一些 这个 你会发现哦 其实以那个下跌的幅度最高的 就是中山区 好像治安突然变得很好 因为它是急着往下的 然后呢 大同区似乎好像原来没有差很多 好像109 可能是因为我们统计的数量 只有到8月 所以其实大同区好像治安一直都很好 那比较特别的是可以看出 在那个信义区 以前好像治安越来越好 但是最近呢 好像慢慢又往上 109年到8月 其实反而会超过108 107哦 所以信义区 反而治安变差 所以这个资料里面 其实如果换个角度去看的话 可以看到一些细节 当然呢 甚至未来 你还可以再 假设说你还希望再增加 其他的筛选条件的话 甚至还可以再把它放在筛选这里 比如说发生时段 有没有 那发生时段的话 甚至这边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再点选发生时段 然后呢 再去做什么 其他时段的筛选 这边等于会多一个 发生时段 比如说我假设想要知道说 10点到12点的 这个发生状况 那你会发现又可以看到不同的结果 107年 为什么这个时间呢 他的切大件突然暴增 那这个时间呢 反而这个刚好那个什么 大同区下跌 所以其实你又可以多一个条件筛选 就是说呢 多一个发生时段 或者其他栏位 如果你不要这个条件的话 你可以把它往上调 它就删掉了 有没有 区如果不要 它就删掉了 或是恢复了 OK 如果你要就把它拖拉下来 类似像这样 如果你假设你要换成路阶道 没关系 把它丢过来 只是说它因为路阶道 最多只有250个数列 因为路阶道好像有500条 所以它没办法放这么多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好 那把它移掉了 OK 那我们一样放区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刚刚的那个 这个补充了一个 就是哪一年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用Lapt 抓到前三个字 然后并且利用插入枢纽分析表 把年的资料放进来 甚至把区的资料放进来 你会发现 又可以多统计一些 原来看不到的资料 OK 那我把画面再还给大家 试试看